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CKTH的直播间 我是瓦伦姐姐 今天为什么要聊开闭头 聊完了那个玛格丽特浩威 聊完了45R 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下开闭头 可以讲东西还是挺多的 对吧 因为瓦伦姐姐前两年也是挺喜欢开闭头的 只是说现在最近一两年的话 那个喜爱的程度有所下降而已 但是要讲开闭头的话 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 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对 就是从我这个角度啊 就开闭头 对于我们这个喜欢那个个性穿搭 或者喜欢那个服饰文化的人来说的话 开闭头就是特别容易让你喜欢的一个品牌 因为它身上的产品啊 它是一个全品类的产品 帽子呀 鞋呀 包啊 服装 配饰 它都做 它都能做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它不仅全品类啊 就是最吸引我们的 就是首先一个 每个人都从它的产品上面 得到很多乐趣 首先你能感觉到它 它的创造应该都是以乐趣为 生产出来的 所以说即使对服装的穿搭 没有太多的技巧 或者经验 就是看着它 哎呀这么有趣的一件外套 这么有趣的裤子 这么有趣的一个包 或一双鞋 太有趣了 为了有趣而不是为了穿 都可以买它 对 我觉得这是它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的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开闭头的话 但凡看过它的那个look 或者看 我说的从买这个角度 刚才说了产品太有太多兴趣乐趣了 从观看的角度 比方说我没有去它的它店 我就看look 看点也很多 因为它的模特都不是很漂亮 都长得很奇怪 它起的模特都不是专业的模特 对 然后穿的衣服呢 都是像乞丐一样 我们说通常的大体的印象 就粗面的印象就像乞丐 穿的到处是补丁 所谓的那个传统工艺 叫什么赤子啊 Borrow呀 拼接呀 做烂呢 但它就是给你感觉上 就是有看点 太扎眼 它是一种反对光鲜亮丽的一种扎眼 就是破旧不堪 另外一方面看呢 就是去到日本 你去它的店里面看点也很多 除了这个look好看 店里面的话 到处都是那个亚文化的气息 比方说美国细皮士 听摇滚啊 飞叶子呀 包括那个 美国历史上60年代 那些艺术家明星 就太多的那个美国文化里面的符号 它都成列在它的店铺里面 或者说在它的布置里面体现出来的 或者说还有什么看点呢 就是异想天开 它很多的布置和这个产品啊 就让你感觉到 好像这个服装设计 服饰产品的设计啊 没有什么科班的那个规则 对 就你想的怎么样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方说一双跑鞋和一双老北星的棉布鞋 合并在一起是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它做的那 它自己的那个跑鞋的样子 还有背包 将一个背包和一个衣服坐在一起 那就变成既是衣服也是背包 对 然后它以前把这个 就是我们中国唐朝那个苦行僧的那种文化 对吧 对 还有干地的那种 对 它就像全世界文化里面的这些 在路上的这种文化 它都提炼成元素 然后做到自己产品里头去 比如说干地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的象征 属于一个苦行 为大众苦行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领袖 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的肉身化身 它干地的一些卖标就做成一些背包啊 做成一些T恤啊 来去做 然后包括你现在戴的这个帽子啊 对 和平歌 一个和平歌 前面 一个那个和平标志 对 然后它出了很多 还有那个它的袜子 服装这些位置 它都会映一些笑脸 我们知道那个笑脸也是美国艺术家创作的一个流行文化的icon 这种的话也是流行文化的icon 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武德斯托克音乐节啊 美国的当年的这些反战的音乐节上面广泛被使用的 约翰列农广泛这些那一个时代啊 广泛使用的一些图头 他把这些公共的流行文化的创作元素 他都很重要的很重点的去应用到自己产品里头去 开辟头为什么今天谈呢 就是说他产品本身和他自己的品牌文化 有太多的这个看点和特点 特点吸引大家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做服装设计的时候 很多的想法和概念 其实去到他店里面发现他都已经反在那里 他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已经实现出来了 因为他也有很好的资源条件啊 他很多的利用他自己的country这个工厂 很多的后工艺加工的啊 这些技法这是很有门槛的 很多产品很多品牌的产品做不出来的 country系列也可以谈 比方说产业一直推荐的 就是说方金啊 Capital的方金 我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买的 就是而且是最建议大家 专门的方金我们也专度可以谈的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第一次谈的话 还是一个整体上面来去谈他们一下 就刚才讲了一个 他为什么从一个表层上面 特别吸引那个潮流文化爱好者呢 就是因为他有两个先天条件 产品呢特别做的特别有乐趣啊 就是就像玩具不像服装 我这个比喻应该是很形象啊 服装就应该是服装穿嘛 他的服装就告诉你是穿的 但是首先你还不是没穿嘛 只是拿在身拿在手上嘛 他就玩一下 他把服装做的特别有乐趣 像一个玩具穿在身上男女孩 另外他文化上面啊 特别兴人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把他的文化称之为亚文化 我就说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 亚文化就像是精神麻醉品一样的 是很多人没有免疫力的 亚文化都是代表着一种主流文化中 没有出现过的艺术形式或生活方式 更能满足年轻人的那个感官需求 为什么呢 就是要解放 要自由 要释放 要激情 要热情 要勇气 要不激 要没有规则 不激的天空 就是我们 我们虽然说说根本就不太不太认同的 但是它符合 年轻人愿意去追求这种不激的 就是不讲规则的 它的文化基本上都是亚文化 然后亚文化就是 美国现代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人其实不太谈这个事情 美国文化不仅是好莱坞 不仅是那个格莱美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那个黑泡 所以上亚文化的有一个媒体叫WISE 美国的 那也是全球影响力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他WISE出的那个杂志 也是吸引力非常大 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杂志 就像是看那种 就会上瘾 对吧 他谈论的这些东西都是探集到主流人群精神 或者他们的生活经历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亚文化就是一种先锋 去到了一些常人不能去到的精神领域 精神角落或者说他的感官的角落 就是他能体验到你常人体验不到的东西 CAPITAL 它的亚文化来自于正宗的美国的六十年代亚文化 我们就说的CP式文化 这如果是没有美国的CP式文化 不会有 我从文化精神角度 不会有CAPITAL现在这个品牌 即使他会做牛仔 他的父亲开牛仔厂 他自己做服装品牌 他不会开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 第二句话 结合了日本的最具有特点的 最具有手作的 我们说的这个日本儿岛的生产工艺和经验 资源 很难再出现一个喜欢美国的CP式文化 而且喜欢本源的美国文化 然后能结合 就是你喜欢的人有两个 但是两个人里面只有CAPITAL 一个他有工厂 对他能实现出来 他有一个在儿道的工厂 我觉得这就是独一无二 未来的话 他如果做不好 未来也不会出现一个像CAPITAL这样的品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实际上从产品 无论从产品的工艺这个角度 这么规模化全品类的 有特点的产品 还是从他的品牌文化 都非常的独一无二 因为他既有产品的表象 他也有文化的内核 以及对于这种内核 他结合日本本土的 这个手工艺 或者本土的一些工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产生出来的他独有的CAPITAL的品牌文化 从这两个一个面一个礼 来谈的话CAPITAL就是独一无二的 甚至于就是 我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就后无来者 除非自己作死 不能把他们平衡 那就看他的下一代会不会坚持这条线吧 他现在年龄也不大 还算是创作的高分期 所以说他这个CAPITAL最早的话是给 是儿岛的一家那个服装厂 是他的 是他的这个现在的主理人的父亲啊 在做 然后真正CAPITAL这个品牌的话 成立是很晚的 2005年 但是也属于是后继薄发 积累了太多的这个服装的经验 生产的经验 面料和后工艺的经验 掌握了太多的蓝染 单宁 手工 帆布就是儿这些 对对对 这些05年之前在45儿工作过 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市场啊 助理的工作 并不是做实际师 但是他做了没多久吧 就是基本上 就是回去创立了 2005年做了CAPITAL 但是他就是后继薄发 2005年他创建之初的话 他就已经开始做他的look 对 然后他们的主题很简单 就是世界旅行 比如说这一期 TRA 那个这就是非洲 这一期你看 他用他的封面 也是他的产品 就是用一个 他的产品的一些面料 面料把它拼在里面 拖落出来的一个非洲地图 对 TRA TRA也是 我们知道这个 1985年的 我们说拯救 拯救非洲饥饿的那个 就波西米亚狂想曲 里面那 你知道他来处吗 就是那次1985年的演唱会 波西米亚狂想曲 当年的那个什么乐队 那个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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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那个乐队的那一次 世纪演出的那一次 他呢 85年之后 这都多少年了 30多年了 他在2015年 2017年 他这一题的主题 就是 这就是非洲 但他去的非洲 因为我具体没有详细查 不是利比里亚 就是 就是科特迪 就是非洲西海岸 那个特别美国化的 我们都知道利比里亚 是由 那个解放了的 南北战争时期 解放了的美国黑奴 返回自己的故乡 建立的一个 类似美国的西方式的 西方制度和文化的一个国家 黑人 建立一个白人式的国家 利比里亚 但是现在来看 这是个失败的国家 利比里亚是个失败的国家 很小 但是并不影响 一个 一个失败的国家 并不影响他去 利比里亚 去拍一个这样 非洲主题的 一个一个一个 画册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18年春夏 你看一下 这是喜马拉雅 这是去尼泊尔 19年的春夏 你看19年的春夏 这一季 黑白的雅买加 然后包豪斯 我们都知道包豪斯 他拿去的 包豪斯的所在地 德哨 德国的一个小城 德哨 旅游没有人去的 然后他这一次 做的这个产品主题 就是从包豪斯 来个灵感 对 一些几何构造 大家看一下 不同材料之间的几何编织 实际上这个 也不能叫包豪斯 它就是几何编织 实际上在中国编 那个竹席 都是这个编吧 对吗 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东西方文化 它通过做这些东西 包豪斯和中国的 那个良席 达成了一致 所以说有的时候 包豪斯没有那么神话 然后我们中国的那个 那个良席编织 手工业就是 现在不是有那个 离子漆不是很 离子很火 不是很火吗 其实就是大家 人类在这个 在这个 服饰文化上面 实际上是 终极是走在了一起的 相同大于不同 相同点大于不同 所以这就是你看 它05年创立之后呢 一直持续地在做 自己的产品和文化 双轨并行 双轮驱动 所以其实这样的 双轮驱动的品牌 在潮牌里头 我们知道 也会让那些品牌 也很有前景 比如说 Neighborhood 我们知道 Neighborhood是一个 有军事元素的 一个街头品牌 它为什么会 被那么多 用户喜欢呢 我觉得就是 早期 Neighborhood 也是天天做杂志的 不仅做这样的 Luke 它Luke的丰富度更多 那就比其他的品牌 要走的 有那个空间 要全景要这么大 就是说 你一个品牌 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 我觉得就是 Capital就是 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挺不错的 不断地在学习 它喜欢一切未知的领域 它做了很多的产品 做了很多产品 地毯呀这些的 看我的背 背后就是一个钉钉 后背又是个钉钉 Adoc Adoc船长 对对对 看不清吧 他也有钉钉 他也有钉钉 我当时买这件衣服 就觉得哇 如果我拿个镜框 把他那个背 放的那个表情 挂的那里挺好看 比一张印刷的海报 要 对我觉得 比买一张那个画 要有意思的多 所以就买了这件衣服 然后我们那时候 其实应该关注过 瓦伦姐姐 B站都知道 瓦伦姐姐以前去 Capital的店 基本每个店都打过卡 是吧 都给他做了 他最好的店 应该都打过卡 对对对 没打的就是 可去可不去的店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尔岛 是很大的任务 是因为Capital在那边 有几家他的 都没有说 先去一下牛仔 一条街 主要是去的Capital 大家都知道 Capital对瓦伦姐姐 吸引力有多大 当时知道他说话 我觉得哇 一个品牌 能把你所想所知的东西 去把它实现出来 而且瓦伦姐姐买的那些配饰 产品买的最多的 一个日本品牌 其实就是Capital 我最喜欢买它的 就是它的配饰 比方头套啊 头巾啊 方巾啊 帽子啊 围巾啊 不能很小心脏的说 眼镜啊 我们只说45R好 不说Capital好 对吧 我对它的配饰 确实是情有独重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配饰 总是给你很多新的东西 灵感 灵感 启发 其实Capital的话 美国文化过来 立足于自己的生活 文化传统和工艺 然后再造成一种 世界性的文化 未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行业 就是 这都是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就Capital能给我们 给到的启发 如果大家有兴趣 请继续关注 瓦伦姐姐的 微信公众号 微博 B站 小红书 抖音 搜索瓦伦姐姐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 谢谢 谢谢